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得满足一个重要条件 嬴政时期的墓穴是不是已经发展出了世墓 任何墓葬在形成之初都很简陋 古之葬者 后翼之以心 葬之中也 不无封不述 周易 一般就是直接往地下挖个洞 或在山崖峭壁上造空 讲究点就往洞里头堆石头或木材 随着技术与人们观念的不断进步 在距今约六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 我国出土了石棺材和套棺 死者终于不用直接睡土上 随着王权兴起 陵墓不断扩大 棺的层数也在不断增加 于是便诞生一个关于古墓的术语 果 说白了 就是套在棺墓之外的墓结构 果最早可追溯于公元前五千年 到公元三千年 最初只繁盛于黄河中上游地区 本来只是单层的墓框架 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多年 在山东半岛的龙山 人们在林曲西珠峰一号墓中发现 果不仅包裹棺木 还用来放置陪葬品 这标志着果木已走路成熟 尽管棺果 现在习惯连着用 其实这两字不仅意思不同 而且在两者还存在着时间先后顺序 一般官要先于葬礼之前 甚至人还没去世 就得准备好棺材 这习惯 现在依旧流行于广大农村 上了年纪的老人 总会提前为自己定一幅棺木 果则需要等棺木完全埋入地下 工匠才开始在其周围建设 它不像棺木式一图案 果通常没有花纹 它的作用 就是分割棺木周围空间 好方便用来存放随葬品 当果出现后 这种类型的墓穴 从周王室一直延续到西汉初期 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 贵族们的果木体积 也变得越来越大 官果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如从最初的官果 一官一国到五官二国 有再重三重五重七重的区别 墓主人等级越高 官木上面的七十文养也越繁复 等到西汉初年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出土 标志着果木发展日真完美的地步 约见于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汉墓 一直延续自古以来的数学墓 墓坑深达16米 棺果放在垫墓之上 然后用厚达40厘米的木炭 及一米多厚的白糕泥包裹 这也是为何新锥能保持千年不符的原因之一 马王堆汉墓穴的出土 充分表明果木传统历经数千年不坠 尽管果木还在开疆阔土 大约在西汉晚期 一种全新的墓穴形式慢慢浮出水面 它就是世墓 不同于数学相识结构的官果 因世墓是横向修筑而成 类似一座房子 因此专业人士又称横穴墓 是墓最重要的特征 宽大的内部空间 方便储存和展示随葬品 墓室包括上方的平顶 墙壁门和永道 最重要的室官和随葬品 不再从墓坑上方垂到果室里 而是从侧口送入 过程就如同帮死者搬入一座新家 无论是果墓还是室墓 最后在死者入葬后都会被封上 世墓的出现 催生出一系列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 如壁画、画像砖和画像石等 因在世墓永久封存前 哀悼者有时会被邀请 进入墓中观看壁画 对工艺及精美度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例如在陕西白子村的一座新发现渔约 建设于东汉时期的古墓 墓口附近就有一条名文 诸观者皆竭履乃得入 上句天文 下句地理 描述的是一种三维宇宙模型 说明墓室装饰和室墓的发明有密切联系 因为只有室墓才能成功转换为特定的宇宙空间 尽管早在战国时期 已建到砖室用到装饰墓穴 可这些诸侯王只是用他们盖装饰自己的墓底 至于墓顶一律用墓头 拾墓推动砖广泛使用 让券顶或穷顶的成为可能 当墓顶有上句天文 的意象 实物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 与河南洛阳烧沟61号出土的西汉墓葬 墓集上画着日月 流云 还有星象 从现在考古资料来看 离山始皇帝一指 内外有两道城墙 内层城墙方形 围住陵墓 东西 北三面射门 外层城墙长方形 只有东面射门 可知整个陵园是东向的 县陵园以东约1.5公里处 发现三大兵马俑 排列的兵马俑 镇市也是东向的 在1980年12月 在陵墓风土西侧约17米处 出土两辆油铜人 驾驭四匹大型铜车 当时公辞者灵魂 称作巡礼之用 据进一部考古调查发觉 秦皇陵的内城也坐长方形 内外城坐狭长的 回自行 整体看来 秦始皇陵并没有脱离战国亡陵的布局 最著名的 如战国时期的中山库墓 只不过秦皇陵 只是他的家大豪华版而已 司马迁所处的年代 正知汉代师墓流行 墓用穷顶 方便 上句天文 既然工匠 极知秦者 杰林从此 那么司马迁 关于秦始皇陵的描述 可信度就很低 他之所以能这么 绘声绘色地描述秦皇陵 中间带了不少 私货啊 这私货 包括结合当时流行墓穴样式 以及自己作为文人的相像 说白了 就是司马迁用西汉流行的墓穴样式 去推测一百多年前的黎珊墓 进而给后人留下一个不靠谱的结论 那么黎珊墓 最有可能会呈现什么样的样貌 不管秦工匠手艺如何精美绝伦 他们始终逃脱不了历史的局限 黎珊墓说白了 估计还是一抄大型 国墓 什么 上句天文 下句地理 都是司马迁的一厢情愿 接下来说 秦始皇陵背后的神秘 揭秘千古之谜 谁建造了这不朽的传奇 在历史的深处 隐藏着一个个 令人心持神往的谜团 其中 秦始皇陵 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个 当我们站在那巍峨的风土堆前 不禁会想 这座千年古墓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又是谁 创造了这不朽的传奇 秦始皇陵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三十公里的离山北部 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 保存最好的陵园 它不仅是秦始皇的安息之地 更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雕塑艺术 书法艺术等多个领域的瑰宝 然而 在这座陵墓的背后 却隐藏着无数未解之谜 关于秦始皇陵的建造者 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史籍和考古资料中 窥见一二 据《史记》记载 秦始皇陵的建造始于公元前247年 历时39年之久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成千上万的工匠 士兵 民夫 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 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 铸就了这座不朽的川崎 然而 谁是这座陵墓的主要建造者呢? 有人认为 是秦始皇的亲信大臣李斯 作为秦始皇的得力助手 李斯不仅参与了陵墓的规划和设计 还亲自监督了建造过程 他的智慧和才能 使得秦始皇陵得以顺利建成 也有人认为 是秦始皇的军队 在那个时代 军队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秦始皇调动了大量的士兵 参与陵墓的建造 他们不仅负责挖掘陵墓 修建道路 还负责保护陵墓的安全 可以说 使这些士兵的辛勤付出 使得秦始皇陵得以保存至今 但无论是谁 他们都为这座陵墓的建造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一砖一瓦地搭建起 这座庞大的建筑群 他们的智慧和才华 使得秦始皇陵 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 除了建造者之外 秦始皇陵的神秘之处 还在于他的内部结构 据考古学家推测 秦始皇陵内部可能有多个墓室 陪葬坑和陪葬墓等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兵马俑坑 这些坑中埋藏着数千个栩栩如生的陶俑 仿佛是秦始皇的千军万马 守护着这位伟大的帝王 这些陶俑的制作工艺之精湛 造型之逼真 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的面部表情 服饰纹理 武器装备等细节都栩栩如生 仿佛能够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 这些陶俑的发现 不仅为我们 介绍了秦代军队的真实面貌 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秦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除了兵马俑坑之外 秦始皇陵还可能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例如 有人认为秦始皇陵内部 可能有一个巨大的水银池 象征着江河湖海 还有人认为秦始皇陵内部 可能藏有宝藏和机关等 这些神秘的传说和猜测 为秦始皇陵增添了几分神秘色 总之 秦始皇陵是一座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古墓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 更是我们研究秦代历史的重要窗口 每当我们站在那巍峨的风土堆前 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敬畏 这座陵墓见证了秦始皇的辉煌与荣耀 也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与灿烂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